这个事情是一个做警察的朋友说给我听的 他当了很多年的警察 见过了太多离奇的案子和罪犯 曾是个坚决的无神论者 可是他说这件事情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他 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一个小县城里 一个罪犯的离奇落网 让一直以来为了凶杀案头疼的他彻底松了一口气 可是接下来的审讯过程又让他陷入了困难 案件还要从头说起 2012年5月的一天 在一个路边的自动提款机室里发生了一件凶杀案 一个在附近酒店里做服务员的女性 在晚上11点多下班 因为第二天要去买一辆代步的电动车 所以去提款机里提取现金 5月的天气已经有些热了 虽然已接近深夜 但是街上还是偶尔有行人走过 所以他并没有刻意地提高警惕 也正是这个时候 在他后背一双罪恶的眼睛盯上了他 锋利的匕首在深夜里闪着寒框 贪婪的双手像魔爪一样伸向了无辜的女人 残酷的现实世界 没有电影里那么多的离奇桥段 拼命的呼叫并没有换来拯救的英雄 罪犯的匕首直接刺向了女人的身体 罪犯也显然一开始就没有想留活口 直接做了最决绝的选择 匕首毫不犹豫地划开了女人的喉咙 一个脆弱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没有悲壮的音乐 没有欺瞒的遗言 就这样消失了 群众报案后 警察马上赶到了现场 可是在凶案现场 却没有发现对破案有用的线索 警察们都分析 只是一个惯犯 有着很高的反侦查能力 这让他们非常头疼 案件很快上了当地附近城市的主流媒体 警方把嫌犯的图像 发布到了各大新闻媒体和网络 征集线索 贴到满城的通缉令 更是把赏金提到了40万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 案件却没有任何进展 可是正当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 嫌犯却离奇地在再次作案时落网了 据报案群众说 当时罪犯在一间较为偏僻的自动提款机房间里 独自挥舞着匕首 嘴里一直在大声地喊着叫着 后来他就恐惧地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 警方抓到他时 他还是像湿了魂一样 完全没有任何的反抗 而给我讲述这个事件的朋友 正是这次抓捕罪犯的警察之一 以下就是罪犯被抓捕之后 供诉他所经历的情景 那天 他把上次杀人之后 抢劫来的钱都花光了 正在误色新的抢劫目标 一个独行的女人走进了自动提款机房里 他就一直尾随着司机动手 正当他准备动刀的时候 那个女人却慢慢地转过脸来 他就是绳次抢劫时被他割喉杀害的那个女人 他脖子上的伤口历历在目 鲜血一直在流 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硬汉 没有什么能吓到自己 可是那一刻 他觉得自己浑身的血液都是凉的 那个女人伸开了双手带着诡异的笑容 慢慢地向自己靠近 他说 他那时脑子里一片空白 凶残的本性促使他挥起了手里的匕首 他几乎皆似底里地叫喊着 拼命地用刀砍向那个女人 忘了一共看了多久多少次 只记得最后自己挥刀的手脱力了 喉咙也寒哑了 而那个女人满身的伤口却还是带着诡异的笑 向自己一点点地靠近着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后来发生了什么 他说他都不记得了 只记得自己被抓了 再一次进了看守所 而且这次再也出不去了 他在牢房里从不跟其他犯人交流 每天都蜷缩在角落里 嘴里念叨着别人听不懂的话 而他的供词 让我的朋友着实为难了一阵 最后也只能以罪犯心理压力较大 产生幻觉写了报告 可是他知道 这样有着丰富反侦查能力 心狠手辣的惯犯 杀人是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的